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活泼的生命 感谢主 神的儿女是一个团队 一个属人的团队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彼此 不要一个人独来独往 让我们有团队建立在教会小组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神的话语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加拜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路子都坠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健忘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褥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 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 那么我们看见耶稣的福事 非常的有意思 首先耶稣是先在加百农来服事 这是耶稣服事的初期 耶稣一开始侍奉的时候 是以加百农作为他的福音基地 紧接着他才开始慢慢的扩散 然后进到了加利利 那有时候他又回到了加百农 这是他的初期的服事 接着他才往南走 然后慢慢进到了南边的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耶稣的足迹是如此 好 第二章的第一节 他说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耶稣所在的地方总是有一群人跟随 总是有一群人拥挤 因为他们总是渴望 渴望耶稣所分享的天国的福音 如果人是因着天国的福音而来 那真的是很美好的事 恐怕更多的是 可能要得着耶稣的医治 因为耶稣有权柄 那第三节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前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 既拆通了就把摊子 连锁躺卧的路纸都堆下来 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唐突的画面 哪有人在讲道的时候 突然之间耶稣讲道一半 突然上面屋顶上就有一个人 这样子坠下来 而且是用四根绳子这样慢慢的 把它垂掉下来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那显然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唐突 但是我们看见第五节 耶稣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智你的罪色了 耶稣知道这个人的需要 这个人的需要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 他更是看见他生命的问题 就是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先解决我们问题 可是我们的问题的背后的问题 更是重要 就是我们的可能态度不对 我们可能得罪神 我们做神不喜悦的事 我们享受那个罪中之乐 这些事情我们不处理 我们只要处理我们 好像因着上帝对我们的责罚 或者是我们生命中的苦难 这是完全本末导致的事情 所以耶稣先处理他的罪 所以显然这一个摊子是跟罪有关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团队的信心 其实不简单 这一群人 这个朋友当中 其实他们要跨越许多的障碍 他们有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是都期待这位摊子 能够经历耶稣的医治 他们面对各种的障碍 首先第一个是人群 当耶稣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有好多的人聚集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 所以以至于人群就很难过去 第二个他们要面对屋顶 那个屋顶是什么 那个屋顶就是他爬上去 他要如何让这个摊子到屋顶上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见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摊子 他自己也有心理上的障碍 觉得好丢脸 觉得不要啦 我已经摊了那么久了 反正也习惯习惯的 是不是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我们看见他们确实有很多的障碍 经历神迹奇事 之前我们总是会面对各种的障碍 但是有信心 没有行为是是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神是有行动的 是有信心而带来的行动 正如这四位朋友 再加上这个摊子一样 我们看见当这四位朋友 将他的摊子朋友 从屋顶上来 最下来的时候 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 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第六节到第七节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说 这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潜望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我们看见这几个人 他们心中低估 低估 心中议论的意思是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晓得 但是我们看见 耶稣知道 耶稣听见了 耶稣晓得 亲爱的兄弟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心中会有一些低估 对神有低估 对我们的处境有低估 不敢讲 在小组里面不敢讲 在我们的彼此之间的分享当中 不敢讲 不能讲 不能说 但是神都知道 心中低估 是一个对神的一个 非常不信任的一种表达 这些人他说 他们心里在对话 心里在议论 这个人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他说前往的话 已经预约过他应该本分讲的话 那么 他们讲的这些话 有一部分是对的 有一部分是不对的 第一个我们看见 他讲的 最后他讲的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的 他们讲这句话 是对的 可是他们后面前面的 他们在前面说到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前往的话了 他们讲的这句话 原来不晓得 耶稣就是神 如果后面他能够理解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他能够理解 这位神气就是耶稣 整个事情就对的上起来了 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个成见 而且这些人 他们显然是坐在 那个贵宾席上面 第六节讲到说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人群处有 哪有说每一个人都有位置 这些人代表他们有一些的权柄 有一些的权势 或者是说有一些的决定 决定权 第八节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 耶稣挑战他们 他说或对贪子说你的罪色了 或说起来拿你的路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你的罪色了 跟起来拿你的路子行走 这两件事哪一个比较容易 他们完全了解这个事情 他们完全知道 当然讲得比较快 你要让一个人经历那个神迹 是很难的 耶稣挑战他们一件事 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贪子说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路子回家去了 果然那个人 那个贪子果然就得到医治了 我们看见 这个贪子因着罪 他毫无行动的能力 一个人在罪中之乐 他要的 他或者是最终的 在罪里面的挟制和捆绑 他最重要的是希望 能够领受那 是赦罪的恩典 不是吗 有谁能够告诉他 他能够得到恩典和赦免 如今这位神对他说 你的罪赦了 你只要好好来到神面前认罪 好好来到神面前 处理你的罪 那个罪就完全得赦免 这个人 从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 他里头也许对他的罪有懊悔 可是懊悔不能解决罪的问题 他有内疚 有质责 甚至于他我想不下几次 在夜兰人静的时候 他为了他的罪感到非常忧心痛苦 可是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如今因为爱神 因为爱他的神 对他说 你的罪色了 他就能够得享那色罪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活在罪恶当中 主啊 若不是你赦罪恩典 我们哪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呢 因此主我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让我们享受与你同在的恩典 谢谢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在罪恶当中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到自由的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